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演唱会主角香港男团Miro 这个团体过去两年红遍了香港 可以说是目前香港最火热的艺人团队了 因为香港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男团 所以这个团队一出现之后就引爆了香港娱乐圈 这次有两个舞蹈演员被砸到了 一个比较幸运 没有击中要害 只是受了轻伤 可是另外一个演员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直接被砸中了颈椎 目前已经做了两次手术 如果医不好可能会终身残废 其实这次的意外早有先兆 因为这次是连续举行四天的演唱会 而之前的几场演唱会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意外 只是没有如此严重的 显然主办方有很大的问题 在组织上跟安全保障上面做得非常不好 另外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关注点 就是这次开演唱会的男团MIRROR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儿子李泽凯旗下的艺人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 这次背后的老板竟然还是李嘉诚家族 李嘉诚家族的生意非常多 可是过去似乎从来都没有燃指娱乐圈 可是如今不一样了 李泽凯旗下的电讯银科公司这几年亲了很多艺人 这个MIRROR男团如今可是香港最炙手可热的男团 这次演唱会李泽凯的公司自然是难辞其咎 虽然说这个生意不过是李泽凯众多生意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可是李嘉在香港数大招风 李泽凯作为大老板肯定也是要负责的 李泽凯也非常难认 他已经说了将负责到底 将承担全部的医药费 并且后续的事情他也会继续负责 不得不说李嘉可以在商界屹立不倒这么多年 还是有道理的 香港人过去总是感叹 在香港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绕不开李嘉诚家族 因为李嘉诚家族的生意真的是太多了 电力 电讯 石油 天然气 零售 地产等等 不过并没有涉及到娱乐圈 可是如今李泽凯发展了很多过去李嘉诚没有做的生意 电视 保险娱乐等等 如今香港人可能要进一步感叹 他们不仅仅买李嘉诚的房子 去李嘉诚的超市 用李嘉诚的手机信号跟电视信号 现在连他们追捧的明星也是李嘉诚家族的 香港经济走到如今这个样子 到底李嘉诚家族要不要负责任 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 特别是房地产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支出的香港 经济高度发达 但是大部分人的居住环境真的是太差了 有人认为是李嘉诚为首的地产权贵的问题 可有的人却认为这是当年英国留下的制度问题 李嘉诚的人也是在这个制度下做生意而已 事实上这次的意外发生背后 霍启刚也站出来说话了 虽然他没有指名道姓说什么 可是他说话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 他说四场演唱会三场发生意外 让人无法接受 同时他说已经敦促相关部门 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暂停演唱会 如果演唱会暂停 李泽楷自然损失巨大 那么霍启刚这么做可能就得罪李嘉了 霍启刚如果把李泽楷给得罪 未来在香港政界就多了一个敌人 对于霍启刚来说 他完全可以假装不知道 多一个事情不如少一个事情 作为议员的他可以开口 也可以不开口 不开口肯定就不会得罪人 毕竟这次涉及到了李嘉诚家族 事实上霍家跟李嘉的暗战早就开始 甚至未来会延续很多年 90年代初期 香港要开始寻找第一任特首 当时霍启东就大力支持董先生上台 为何支持董先生 因为在霍启东看来香港的弊端就是在地产 香港经济要发展那就必须改革地产 香港要解决民生居住问题 就是要解决地产的问题 香港是四大家族都是以地产起家 之后再把触角升到香港的各行各业 如今香港大部分赚钱的生意都是被四大家族控制了 李嘉诚家族自然不用说了 电力港口零售等等 李兆基家族则有天然气 郑玉彤家族则有珠宝 郭德胜家族有交通电讯等生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 年轻人在香港很难发展 香港市场本来就小 资源都被垄断了 年轻人就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香港财富榜几乎几十年都不变了 唯一的改变就是郑玉彤变成了郑家纯 郭德胜变成了郭炳莲 霍家是香港豪门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霍英东在世的时候 把大部分的家产都捐给了霍英东慈善基金 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家产留给子女 同时霍英东早就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了社会活动家 霍英东当年推荐董先生就是希望香港可以完成改革 未来变得更加美好 因为董先生的家族是航运出身 并非地产出身 同时董先生的能力跟人品也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 董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负众望 开始对地产进行改革 可惜的是他的改革并没有成功 受到了地产权贵们巨大的阻力 董先生亲自挑选的人才梁锦松 也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下台 之后董先生自己也是提前辞职 改革也最终不了了之 之后的曾先生上台 香港又是回到过去的老路子 兜兜转转之后 香港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如今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 现在李先生上台 霍启刚也得到了重用 霍启刚肯定希望可以完成 等到您爷爷没有完成的心愿 而且他现在是可以自己亲自去做 香港的问题并不是简单推到地产富豪身上 可是要改变这一切 却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 霍启刚如今就是如此 他大可以到处拉拢关系 也学着聪明不干得罪人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也没人感谢他 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出来说话做事 说白了可能得罪人而且吃力不讨好 可是他还是不惜得罪首富出来说话 说明霍启刚真的是一个有责任心 也不畏权贵的人 有人可能说霍启刚自己家族 本来就不比李嘉诚家族差 甚至在政界影响更大 可是这是过去 那是霍启东在的时候如今可不一样了 如今霍启刚得依靠自己 再说了多一个朋友总是比多一个敌人好 霍启刚肯定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他更加知道什么事情是正义 他也知道香港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做实事 需要的是说真话的人 其实霍启刚从政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 也不是为了家族的名利 也不是为了以后可以当上多高的位置 而是真正想为香港做一些事情 对于霍家来说 什么名望地位财富他们都有了 霍启东的后人完全可以躺在前人的功劳部里面过日子 不需要出来做事 因为这样完全可能会吃力不讨好 做得好别人会说他们是靠着祖上积德 如果做得不好人家也会嘲笑他们 其实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了 霍启刚就是如此的做人标准 如果霍启刚现在说了 以后因为得罪人而无法上位 那么他也对得起自己 不过这次李泽凯还是好样的 积极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 而且说了要负责到底 其实这样的事情任何的老板都不希望发生 不过发生了积极主动解决问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些老板们来说 他们有的是钱 就是拿出几百万来赔偿 根本也不会影响什么 甚至换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可能损失几百万 但是他们却可以收获好的名胜 那么就有更多的员工愿意跟着他们 有更多的人才愿意为他们卖命 那么他们最后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从这次李泽凯处理这个意外事情来看 他确实这几年做生意的能力成熟非常多 所以他的生意才会在这几年突飞猛进 他的付费保险已经很快就要上市了 这家公司李泽凯在2008年成立的 前身是收割荷兰的ING保险亚洲业务来的 之后他又并购了东南亚众多国家的保险公司 组成了如今的付费保险 这家公司如今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保险公司 目前公司已经成功实现了盈利 并且在香港准备上市了 李泽凯持有这家公司70%多的股份 公司上市之后 李泽凯的身家有望再增加千亿 另外李泽凯投资的印尼高头公司也成功上市 这家公司上市之后 为李泽凯赚到了9亿美元 李泽凯投资的内地威马汽车 也即将在香港上市 这家公司上市之后 李泽凯也将大赚一笔 年轻的时候李泽凯做事太激进 而且太冲动 所以才会一度背负1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不过如今李泽凯成熟很多了 这几年你几乎看不到李泽凯的感情绯闻 同时他也在社会上承认更多的责任 河南水灾的时候李泽凯捐款1000万 今年香港疫情发生 他也是积极捐款捐物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次对于洪管意外事件的处理 李泽凯也是让人满意 霍启刚不为自己的名利 而是真正在为香港考虑 他不为了自己以后能够当多大的官 他从内心想为香港多做一些事情 其实对于霍启刚来说 做任何事情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 至于是否能够得罪别人 他不会去考虑 况且李泽凯也不会那么小气 这件事本身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叫停演唱会也是理所当然的 李泽凯也是一位有担当的男人 他肯定也会支持霍启刚这么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